阿皇,我知道错了,不要 阿皇 今天,自我入住大厦边境以来 南方偷偷发动多起战争 如我大厦女子,害我大厦百姓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阿皇,我知道错了 我可以给你放进外面 还有白衣的现金,还有熟不清的美女 放我大厦去,斩 暗电护手龙缺道 暗皇,阿人,大事不好 怎么了 属下查到在荆州境内有人打着那暗皇的名号大厦里 令爷在大厦境内举办典礼,欺压人民 什么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您的妻子正在被龙家拍卖 现实将会作为共鸣,奉献给家暗皇 进入此事,龙缺 要进我暗电十万大军,在城门口集合 我要让这大厦遍天 一声无响 封强与顺 二声鼓祥 我爱平安 三声鼓祥 四海声平 恭贺暗皇出关 恭贺暗皇出关 将听令 在 清州贼子回我名声 如我妻女 即日起 安殿大军入主清州 震慑天下 请尊暗皇吊令 请尊暗皇吊令 再次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我们龙家举办的神王大拍卖会 接下来的拍片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片 她就是我们龙家的妻女 我的亲妹妹龙西月 什么 竟然是龙西月 年轻周第一美女竟然沦为接下求 接下来邀请我奶奶 也就是龙家现任掌门人龙老太君 给大家详细介绍 今天套场的都是大厦国的豪门 那老朽我就不绕弯子了 再过几天 就是一年一度的暗皇大典 而我龙家想购入这邀请函还差些资金 只好忍痛割爱了 诸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这个小姑子呢 虽然说是一个生过孩子的二手货 但是 他这个脸蛋还有身材 保养的可是非常好的 并且呢 正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各位如果买回去 做什么 可都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买回去给我暖床可以吗 赵公子何止是暖床啊 让他给你洗脚擦屁股都行 那生孩子呢 李公子好眼眶 我们家西月啊 绝对是最好的生育机器 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诸位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 那你们个卖卖会 正式开始 现在起拍价 一万 云城赵家 一百万 亭州李家 两百万 产城周家 三百万 今天我们终于有钱 参加神王大典了 没想到 这小店人呢 还有点用 服务家 出五百万 好 五百万一次 五百万两次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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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一个亿 你输得自由 一个亿 来的猫头小子 只要我们云城四大家族东西 你也敢抢 拍大言不拍一个意 浩尘 吴浩尘 你居然没死 怎么 我没死 你们龙家很惊讶 嫂子 你 你带我来这 浩尘 嫂子身体不舒服 你帮嫂子 按按呗 嫂子 这样不好吗 要是让夕月看见了 我 我说不清楚 我还是走吧 浩尘 你帮嫂子按按腰吧 好痛啊 浩尘 好吧 是这儿吗 往下 是这儿吗 往下 是这儿吗 再往下 再往下就 嫂子 我还是走吧 浩尘 嫂子喜欢你很久了 你就要了嫂子吧 嫂子 你别这样 嫂子 你干嘛呢 老公 温浩尘就是个混蛋 他把我骗到这儿 然后 嫂子 你怎么这么说的 你快冲上 谁 给我打 我自己打 五年前你们设计害了我 把我逼得莫美战场服役 如今我的妻女 遭你们如此欺辱 你们龙家真是好样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不满天了 五年前确实是我设计陷害 但是 你又能把我怎样 找死 你敢打我 放肆 苏浩尘 这可是我们龙家的拍卖会 容不得你跑这儿来撒野 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是说过了 是来给你送钱的 好 这可是你说的一个亿 钱倒放人 钱不到 你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他 像这种废物 他能有钱 他要是有一个亿 我跪下来给他舔鞋都行 保安 保安呢 赶紧的给我把他撵出去 不就一个亿吗 就当我给西月属身 好 闪闪 燕子 西月 西月 你没事吧 真 真的是你吗 雪儿被带去屋下冲险了 你快去救他 什么 你快去救他 好 现在就去 叶霆哥 都是我不好 还连累其他人 姐姐 说什么傻话 让那个孩子给你做雪袋子 是他的福气 王医生 一伙孩子到了 就准备直接换血 放心吧 顾总 都准备好了 叶霆哥对我真好 带你带我 这就是龙家那个小杂种 长得真够水的 王医生 准备吧 顾总 这孩子又瘦又小 如果按照正常抽血量 不能支撑大小姐的病情了 那就能抽多少 抽多少 抽肝的无许 不要不要 绝儿害怕 别害怕 小朋友 就抽一下下 等一会儿血抽肝了 就没有知觉了 不要不要 好看好看 师父 快给我换最大号的镇馆 你们这群畜牲都活捏了是吧 你们这群畜牲都活捏了是吧 雪儿 不是 雪儿谁呀雪儿 你他妈谁呀 是不是活腻味了 给我滚开 干打我 雪儿 放在里面 你可这儿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五年前被逐通青州的丧家犬 苏浩辰 那你去找医院最好的医生 无论如何 务必治好他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他们的穿着吧 不过一群雇佣兵 我给你们每人一千万保护我 否则都得死 顾雁廷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蠢 你想什么 保镖也就算了 每人一千万 你侮辱谁呢 那你就死 你配跟我动手 大人 如何处置 他的妻子不是需要输血吗 就给我输他的 我警告你 你敢碰我一下 我们顾氏集团跟你不死不休 顾氏集团也是时候该倒闭了 刚刚抽我女孩 现在给我怎么抽她 这抽多少 抽 抽干 随便买 不用担心价格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的款式 十万块 浩辰 这里的东西太贵了 我不合适 确实不适合 一楼的东西都太普通了 你好 我想要你们这儿的高端定制 高定 先生 我们这儿的高端定制 价格可比一楼的贵三倍不止呢 你确定买得起吗 要不要验验资 竟然是全球限量的黑卡 稍等 我这就去拿 浩辰 还是算了吧 我真的不需要 我们还是走吧 来都来了 空着手回去干嘛 这是我们当季的新款 先生您看 您夫人背上肯定好看 哟 这不是我的好闺蜜龙西月吗 你当年可是我们荆州的第一美人啊 现在 怎么也开始掉凯子了 你这样 少跟我淘金 我跟你可不说 你刚刚说 谁是凯子 不好意思呀 我说错了 你这样 连凯子都算不上 最多是个球鸟丝 怎么了 家里的电费不够用 来商场蹭空调啊 谢谢 这里是公共场所 谁都可以进来 我不想看到他们两个 公出手 这 快点啊 我可是你们店的高级会员 实在抱歉二位 你们还是离开吧 浩辰 我们在哪里都能管 着急走干嘛 还没付钱呢 有钱 真是笑死我了 这随便一个东西啊 都共鸣一年的生活费了 你有钱呗 薛小姐 刚刚已经验证过了 他们二位确实有资格购买 而且已经准备付钱了 哦 那既然这样 你们店东西我全要了 全要 没错 过两天不就是安防大典了吗 我一定要好好地装饰装饰自己 这回我一定要赢得安防大典的心 你笑什么 我跟你打个赌 你说把这全包了 我赌你卡里余额不够 这位先生 薛小姐可是金州首次的女儿 她每个月光临花钱都几十万 你说她卡里余额不够 我都说了嘛 要不叫她穷屌丝呢 穷就算了 脑子还跑尸 让许氏集团破产 需要多久 让许氏集团破产 我没听错吧 一个穷屌丝想让我们金州第一家总破产 真是好笑 先生 你们还是走吧 我们还要做生意呢 没事 让她打 就算她打一百个电话 你掩盖不了已是个穷屌丝事实 大人 许氏集团为青州巨头 主要产业是机械加工 额索生大小共计三百度假 如果想要搞垮 最快需要两年的时间 不行 两天太久了 我等不了那么久 如果只是想让他们卡里取不出一分钱 只需要十分钟 好 去坐 许小姐 已经听年好了 一共三千万 刷卡吧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了 我不产 什么 怎么会 怎么了 许小姐 这张卡显示娱乐不足 许小姐 这张卡显示娱乐不足 不可能 你地址搞错了 我有三张卡 你再刷这张试试 好的 还是不行 青州是顶级白富 怎么还不付钱 你给我等着 喂 爸 你没钱了 你快支援我点 没钱 爸 我就要三千万 哎呀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暗黄大典买手是吗 像做企业遭到商业攻击 股市几个电停 脑子现在都去逃发了 你还乱花钱 我们这是做企业 受到了商业攻击 许小姐 导购都已经清点好 也就三千多万而已 赶快刷卡吧 你 老八蛋 今天这笔账务记住 你给我等着 给我 先生 实在抱歉 那这包你还要吗 要 为什么不要 刷卡吧 支付成功 走 夕月 接得过 浩辰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也是暗黄 你能不能正经点 怎么了 你让我说的吗 我现在告诉你了 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暗黄是什么身份 他可是整个青州市人人尊丑的王者 那是神灵一样的存在 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连夕月你也这样说 看着这混蛋借着股名好 连整个青州市都洗脑 你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总之 你就当我这几年发了点小财 以后啊 我再也不会让你跟孩子受苦了 有嘴滑舌 没用的东西 好好的拍卖会 被你这个废物老公给搅黄了 还敢拿假银行卡来骗我 我看就是你们俩串通好的 奶奶 你相信浩辰他不会做这样的事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得了吧你 这破银行卡刷几次都刷不出来 我看苏浩辰那个废物一点也没变 还是那个只会装逼的穷光蛋 不是 不是的奶奶 奶奶 咱们还是抓紧把他给败了吧 我再问问四大家族 大不了打喝折便宜一下 好歹也能换张邀请函呀 不行奶奶 既然浩辰回来了 我哪都不去 我等他来接我 放肆 父母之命没说之言 你作为龙家的女儿 又是青州第一美女 你的婚事 首先都为龙家带来最大的利益 苏浩辰那个废物 怎么会跟我们龙家扯上关系 好消息 好消息老太君 天大的好消息 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就顾家给那个一百万吗 那可是我拿我孙子的命换来的 什么 奶奶是你 老太君 什么一百万啊 是战步传来消息 战神雷鸣要来咱们家参加晚宴 雷战神 据说他还带了一张幽请函 应该是给咱们龙家准备的 死化当真 那还有假 那雷战神的亲信我都认识 好 把今天的晚宴赶成最高规格 所有的人跟我去门口迎接雷战神 龙家别全体家庭给战神请安 咱们才一会儿不见 变得这么客气 苏浩尘 苏浩尘 奶奶你快起来 来的不是雷战神 是苏浩尘那个废 苏浩尘 你怎么敢回来 浩尘 徐 这 这是谁干的 你还有脸问是谁干的 苏浩尘 我问你 你说的那一个亿呢 不是给你们了吗 你们看看 他还在这演呢 我说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 苏浩尘 他说给我放开 你哪张假银行卡骗我们 现在还动手伤人 你先当我龙家没人了 假口 你说你没钱装什么算的啊 脚黄我们的拍面会这么说 害得我们连一张邀请函都买不到 下个月暗黄大典我们参加不了 我们龙家的百年鸡也就被这个废物给毁掉了 我就一张邀请函嘛 我现在就让人给你们送过来 又开始了 你要是能要来邀请函 我当众给你下跪道歉 雷鸣 五分钟内 把邀请函送到我这 大胆 竟敢知乎雷大人的性命 你以为你是谁 暗黄本人吗 大言不惨 满口空话的废物 竟敢以暗黄的名义招摇撞骗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双腿 压去战步 请罪 青州战神雷铃造 青州战神雷铃造 龙家给战神大人请安 属下来迟 请杜先生降罪 苏先生 雷战神 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这个人就是咱们家一个满嘴谎话的废物而已 闭嘴 苏先生何等身份 即是尔等敢肆意评论的 再敢对苏先生无礼 我就押你去战步 急行伺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待会给你解释 现在既然央视还已经送到了 某些人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 什么承诺 你还想当着雷战神的面 少赖不成 奶奶 跪下 道歉 对不起 什么 听不见 对不起 对不起谁 苏华臣 对不起 我不该诋毁 龙夕月妹妹 对不起 我不该动手打你 警告 这是最后一次 再敢欺负夕月 我让你们龙将 全部陪葬 走 别走啊 吃个饭再走 神奇什么 不对啊 这妖精函不对 不对啊 这妖精函不对 我见过四大家族的妖精函是红色的 这是黄的 你们看这个印章 我记得暗黄大帘 盖的是韩天的专属印章 这个章却是战布的 肯定啊 是苏浩辰那个废物 不知道真正的邀请函长什么样 只知道雷鸣要来 所以就盖上了战布的大印 啊 我知道了 刚才那个雷鸣战神 就是苏浩辰请来的演员 冲场子的 哎呀 可是我确实听说今天雷战神要来咱们龙家猜猜晚宴的呀 像这种消息 随便找几个人散布一下不就行了吗 这个混账东西 差点又把我给骗了 无妨 老太君 蒙骗咱们龙家是小师 但是他竟然敢命人假扮雷战神 还思印战布印章 这可是大罪 啊 待我托人禀告真正的雷战神 哼 就说他打着雷战神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到时候 他最轻也得上天的书 哎 到时候再把龙喜悦给我抓回来 我要好好的出口气 医生 我女儿的病怎么样 情况很严重啊 如果不及时处理 恐怕就要准备复食 怎么会这样 医生 我救这一个女儿 你快救救她 好了好了 其实你女儿的病 也不是无药可救 只不过需要一些进口药剂 这样吧 你们准备一百万 后续我会全力医治你的女儿 一百万 医生 我女儿明明是被抽了点血 安心静养即可 怎么会病情这么严重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我吗 哼 那倒不是 只是担心某些黑心医院 想利用病人家属的不理智 赚些脏钱罢了 一百呼吟 你是医生 还是我医生啊 你们要想救你女儿的命 马上准备一百万出来 否则 就带你女儿的尸体 滚出去 你一个毛头小子 还敢质疑我 质疑你又如何 医生的使命 本该就是玄乎即逝 就此负伤 怎么到了你这儿 成了威胁病人 赚取暴力的工具了 昊臣 别说了 怎么 医生不用吃饭吗 其实你女儿的病 没有那么严重 只不过 我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在她的药里 添加了几剂猛药 这几种化学药剂 混合在一起 恐怕你女儿的命 活不过三千了 真是个人杀 怎么 你还想打我呀 你看你把我打伤了 谁救你女儿 我今天 昊臣 昊臣 别冲动 雪儿还在这儿呢 张医生 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你想要一百万是吧 先把雪儿的病治好 这一百万 你放心 今天一定会打到你的卡上 昊臣 别惯着这种人 今天 非得她不考 昊臣 你把她 费了雪儿 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 我不想你再去监狱 昊臣 这就对了嘛 小伙子于事冷静 别太冲动 看你老婆都懂事 先救雪儿 张医生 请开始治疗 光一百万可不行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得陪我一晚上 光一百万可不行 我改变主意了 你还得陪我一晚上 张医生 你刚才可没这么说 怎么 我是这家医院的主席医师 想救你女儿 你就得陪我一晚 怎么样 赔还是不赔 你着死 打的就是你这个 道德败坏 不救神 败坏得行 留你何用 你 三天之后 你就能够给你女儿收拾吧 你 后臣 后臣你别打了 你把她打死了 雪儿怎么办 夕月你放心 雪儿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你想办法 你想什么办法 雪儿都快没命了 你还在打人 十分钟内 把神医塞华图请到这儿了 神医塞华图 你果然是个废物呀 吹牛也不吹得像一点 赔神医早就没有出现江湖十几年了 岂时你说叫就能叫到的 苏后臣都这个时候了 你别胡闹了 你知道神医塞华图 为什么几十年没有出现在江湖上吗 因为他早就成了我的私人一身 什么 神医塞华图到 神医塞华图到 别人塞华图 见过苏先生 塞神医不必多累 赶快看看小女的病情吧 能为苏先生解忧 是我的荣幸 请 不可能 塞神医早就隐世了 怎么可能出现在小小的心中 一定是报忠的 老夫就是一生 从不冒充任何人 是不是塞华图 一世便知 请 药虫小技 不过是药物中毒而已 带老夫取针 一针生 两针死 三针 五白骨 天选十三针 宋先生 你女儿的病情 现在无恙 接下来静养几天 便会苏醒 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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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女儿 无妨 都是老夫应该做的 是 师父在上 请收徒儿一拜 师父在上 请收徒儿一拜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醒 苏醒 我想拜您为师 你这样的人渣 也配欺我一波 是我不对 我知道错了 苏醒 苏醒 我暂就去自首 如果有生之年 我还能出来的话 请让我追随于您 那就等你出来再说吧 是 昊晨 嗯 对不起 我不该不相信你 好了 都过去了 雪儿现在也好了 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啊 好好的 对了 这张卡你拿着 这是 雪儿这两天身体虚弱 你都得买些营养品 另外你身上有些钱 我也安心些 好 那你自己也留一些 别多给我 放心吧 这卡里没多少钱 还是 别紫意 大夏银行 哎哎哎 干什么呢 我们这不招待捡破烂的 赶紧过来 我来取钱 取钱 取什么钱 这可是大夏银行 那出入都是资产过千万的富豪 你穿的破破烂烂的 还敢说来这去 资产过千万 这是我老公给我的 不信你看一下 哎呦 我看什么看 你这种人啊 我见多了 无非就想弄一张假卡 蒙混进去 借机认识有钱人 好叫金闺蜀 对吧 不是 我真的来取钱 行啊 别狡辩了 你也不三方就要好好照照自己 虽然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但你浑身上下 通常出那种穷人的气质 富人一眼就能把你看穿 所以啊 你赶紧滚回去 做你的下载人去吧 不要老小的走捷径啊 你这人怎么噱口喷人啊 干嘛呢这是 呦 龙少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子豪 子豪 哎呦 这不是我西月妹妹吗 来干什么来了 我来取钱 取钱 楼少 别听了婊子胡说八道 他呀 八成是来吊铠子的 你也看出你那废物老公是个骗子 像红杏出奖 不许你这么说浩尘 好歹是你妹夫 妹夫 我呸 我们龙家什么时候承认过你们两个狗男女 这两个贱人 也想攀我们龙家的关系 说得好啊 正好我们不想和你们龙家参合到一块 浩尘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盛药 苏豪尘你还敢出现吗 兴师拿假邀请函骗骗了我们龙家 还找人扮演雷战士 我看你真不知道 字怎么写的呀 发什么神经 我们要进去取钱 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大厦也好 直接带资产超过千万的顶级富豪 你俩还不够资格 这卡你验都没验过 怎么知道我没资格 还有验卡吗 当初你就拿一张假卡骗了我 怎么还想顾忌重施啊 够了 龙子豪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再敢乱叫 我把你骨头拆了 哎呦喂 真给你俩了 今天你也没带帮手 我跟谁给你拆 你 打断他一根骨头 本少爷赏你一万 龙少您放心 今天啊 我绝对让他有来无回 赖哄哄的吵什么呢 吴经理 你怎么来了 这什么情况 来了两个闹事呢 闹事啊 谁敢到我们大厦银行来闹事 疯了吧 我们是来正常取钱 取钱 卡呢 那个吴经理 我确定啊 还是 是吧 这卡 这时间 百分百刷不出来 百 十亿 百亿 什么 你居然有百亿资产 不可能 你这个肺腹什么 会有这么多钱 一百亿而已 很多吗 百亿 混蛋 他那脚跑了 我们打下银河的大客户 还不赶快请苏先生 倒个牙皮诗 是是是是是 苏先生 你怎么早说的 行 赵书长 赶快带人到大厦银行来 我们也发财了 冒贱苏先生 我的手下不懂事 还望没打搅你的心情 行了吴经理 客道话就别说了 抓紧取钱吧 取钱肯定 不过我要问一下 你是干什么工作 这跟我取钱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如果你的钱来路不明 我们银行这不是助纣为虐了 吴经理 听这语气 倒有点像在吃 算 既然你察觉了 也不藏着野着 赵所长出来吧 我乃是战部高级督察员 现在涉嫌怀疑你 盗窃巨额财产 正式通知你 你被逮捕了 卫捕 浩尘 他什么意思 赵所长 一没投二没抢 回来卫捕一说 苏浩尘 五年前的废物追逊 被赶到海外打黑工 前天刚回来 你说这钱是你的 再有天大的本事 也不可能在这几年内 争到百亿吧 说 你到底干了什么违法的勾当 我有多少钱 跟你们有关系吗 老四 和赵所长说话呢 行了行了 苏浩尘 我看你俩不容易 只要你承认这个卡 是在银行里偷的 愿意上交贓物 我确认赵所长 不再追究你的责任 你看怎么样 只要你在认罪书上 按个手练 我可以看待你认罪的态度上 可以重新发布 说到最后 我认识是想找个油土 把我的财产撕吞了 你们简直就是明强 对呀 你们现在才反应过来 就是明强怎么着啊 你们没有证据乱抓人 我要找你们上司 证据 天天没有 他要证据 我告诉你 老子在清州 想让神医监狱 就进监狱 就是 败了你 现在谁也不敢说什么 你 你敢打我 敢动我的女人 找死 苏浩尘 在这清州 敢跟我动手的 你还是头一的 小子 你敢闹事 赵所长 快把他抓起来 派他七八十年 这钱就是我们的了 你太冲动了 赵所长 对不起 浩尘他不是故意的 夕月 求求你饶了他 大不了这个钱 我们不要了 夕月你放心吧 他们那也合不了 死到临头的 还嘴硬 若是 把他给我带回战部 谁敢反抗 立即击败 不要 战神雷鸣到 冰州神龙护卫军雷鸣 借过苏先生 雷鸣 连苏先生也敢敲诈 雷鸣 这就是你们战部的人吗 好威风 苏先生息怒 是在下平时教导不够 你们两个 给我滚回战部 接受急性伺候 苏先生 属下失职 算了 不然你查到 暗黄大典的事怎么样了 魂苏先生 属下查到一些 这些年来 在青州举办盛典的假暗黄 其真实姓名叫黄天豹 至于其他属下的权限 还达不到 黄天豹 原来是他 哎奶奶 这暗黄盛典 当真是非同烦喜 当然了 紫豪 别东张西望的 今天来往的 都是青州的各大世家 可别丢了我们龙家的脸面 放心吧奶奶 就随便看看 哎 站住 奶奶 这个废物也来了 他的邀请函 不是假的吗 多半是门口的保安 被他给糊弄了 才让这个废物 蒙混过关 我怎么收拾他 苏浩辰 你怎么也来了 你们龙家的邀请函 都是我给 我能进来 很奇怪吗 放屁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邀请函是假的 要不是我奶奶 去求着顾家 分了我们一个名额 我们龙家今天就完蛋了 随便你怎么着 哎 哎 让你走 哎 各位 各位安静一下 今天啊 是我们青州一年一度的暗黄圣殿 可是有些人明明没有邀请函 却自己造假 做了一张蒙混过关进来 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怎么可以呢 咱们每个人的邀请函 都是费了好大的努力才拿到的 凭什么他伪造就能进来呢 就是这种应该赶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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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都让你滚出去 你凭什么说我的邀请函是假的 哈哈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保安 先生 麻烦出示一下您的邀请函 我们做个鉴定 行 好好检查一下 待会儿让某些人的脸打得更疼一点 你 好 一块鉴定精可出来 我看你怎么办 好 我等 鉴定结果出来了 说 经过我们经理鉴定 这张邀请函 确认为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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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什么还敢 什么 真是 苏浩辰 苏浩辰 你脸皮是真的厚 都被人抓了现形了 还在这演呢 去把你们经理叫来 不用叫了 我在呢 是你 没错 暗黄大连就是我们顾驾承办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说是假的 它就是假的 哼 看来上次放过你 还是我心状 你还好意思提上回的事 今天可是在我后头 我要让你有来无故意 来人 把这个废物拉出去 躲罪喂狗 那点开始 我一会儿再收拾 秦州顾家 祝暗黄大人千秋万岁 祝暗黄大人千秋万岁 哈哈哈哈 走起来吧 不必多礼 寿司营七百八十一号 黄金豹 你可还认守谁 是 谁敢对我无礼 是我大男 敢直呼暗黄大人名讳 这人疯 黄金豹 你现在了不得了 看见我还不会去 我看是你了不得了 属下黄金豹 见过暗黄大人 暗黄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黄金豹 五年前你告诉我上了年纪 想退出暗店 为此我专门给了 一五百万安家费 让你回家养老 你现在竟然敢打着我的名号 欺压百姓 招摇撞骗 黄大人 属下一时糊涂 我错了 还请暗黄大人 饶鼠下一名号 饶你 暗店见贵是清楚 暗店店的第一条 凡利用植物欺压百姓 你自己动手吧 大黄大人叫属下死 属下 木德不死 但是林属前 属下 有最后一点怨吧 说 老子还没红杂 大人 据调查黄天帽 已经逃离出了青州 他藏身在一处 名为黑水谷的放逐之地 里面受压的都是 一些穷凶极恶的重性犯 其中不乏一些武道高手 被誉为活人坟墓 钢匹丛林 黑水谷 六年前师父临终前 就提到了 这黑水谷 常年封闭式惯例 反侦查意识极强 即便是咱们暗店 想要渗透进去 也比较难 所以 如果想要进去 找出黄天豹 我们需要把您伪造成 一个枯凶极恶的 杀人犯水谷 这样才更容易 被黑水谷所接受 好啊 没问题 立刻就办吧 我亲自去 会回这黑水谷 是 老婆 我最近可能要出差几天 家里有什么事呢 你找小妖就行了 你要去哪 不会有危险吧 放心吧 没危险的 这是苏浩真家吗 对 我就是苏浩真 那就对了 我们收到举报 你涉及了多届谋杀 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别逮捕了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老公不可能是杀人犯的 是不是你说了不算 先带朵再说 你们要干嘛 走 走 昊真 夕月 你放心 没事啊 我跟他们去一趟 走 大人 你听说了吗 苏浩真设计杀人 被逮捕了 什么 真的假的 趁朕万确 消息 都登上青州新闻首页啊 太好了 终于被我抓到机会了 老大 又来了一批新人 欢迎你们来到黑水谷 到了这里 没有人能找得到你们 当然 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所以 不管你们在社会上 有什么样显赫的身份地位 到了这里 在黑水谷 是龙 盘着 是虎 过着 嗯 对的废话 我也不说了 这里的规矩 只有一条 拳头为王 拳头大 才有资格享受 否则 就只能做狗 明白没 明白 光靠嘴说是不够的 我要检验一下 自己删自己 好 你去大点 我鞋子脏了 我鞋子脏了 好 有前途 你 跪下来学狗教 你说什么 怎么 还要我说第二遍吗 虎哥让你跪下听不懂吗 咋肥呀 我的人都敢动 你们俩一起上 我把它废了 能让我苏浩神跪下的人还没出声呢 你小子挺狂啊 你以为收拾了两个小楼了就能跟我跳板了 什么 连黑水谷排名第三的虎哥都输了 这小子有什么来的 听说黑水谷强者如云 凭实力说谎 正好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今天我在这里插旗求战 不服的尽管上 不服尽管上 尽管上 好大的口气啊 竟然是黑水谷排名第一的血魔 他可是三星大师级别的强者呀 小杂碎 我看你出拳的架势 应该是位内功修炼的武者 不要以为欺负了一些普通人 就天下无敌了 就凭你这点实力 还差得远呢 哼 我感觉 你也不太行 找死 难怪这么慌 原来有点实力 我以为老夫就这点东西 那你可就错了 既然是 还有谁 精彩 实在精彩 阁下的实力 让我叹为观止 为了表示对强者的敬意 我在房间 略被薄酒款待 不知可否赏脸 不知可否赏脸 喝两杯 黑水谷谷主的面子 在下当然要给了 陈少 陈少 黑水谷传来消息 苏浩尘打败了排名第一的雪魔 被他们的谷主邀请进房间 供进晚餐了 好 我就知道三星大师 来不足 苏浩尘啊 苏浩尘 我果然没有三次 公知黄天豹 苏浩尘已经入套了 他那边 可以开始行动了 是 恭喜阁下 成为我黑水谷 新的王者 干杯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武功却这么高呀 部主 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 你不喜欢吗 少他妈废话 不想跟你浪费时间 说 黄天豹算的 没想到 你武功挺高 情商却这么低 实话告诉你吧 黄天豹早就走了 哼 你这辈子都别想报仇了 没想到 你还是被陈少算透了 苏浩尘 你竟然认得我 陈少又是谁 你 你在我酒里放什么 看来这堂堂暗店店主 也不怎么样 我只不过在你的酒里 放了一些蒙汗药 你就不行了 来人 把他给我关进密室 跟那女魔头关在一起 就把他扔这儿吧 古主的蒙汗药 一般三天三夜特行怪 快走吧 一会儿你们头醒了谁的火了 去去蒙汗药还想困住我 简直异想天改 要不是为了找师傅的线索 早晚再收拾你 这怎么还有人脸的吗 谁碰我 听外面的守卫说 黑水谷来了一个强者 我看就是你吧 正好我好久没有杀人了 就拿你练练手 不是你干嘛 怎么一经历就动手啊 什么 我一门 扔下 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什么 是那个死鬼让你来找我的 你认识我师父 师父 我当然认识他 当年他让我来黑水谷取东西 我俩遭到小人暗算 被关在这里整整十年 整整十年他都不曾来救我 现在又派你过来 简直是个缩头乌龟 师父临终情让我来黑水谷 就是为了救你 什么 他死了 对 师父当年也是招仇家暗算 得了案情 遇到我之后没几年 他老人家就去世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你跟我师父什么关系啊 按照辈分来说呢 你应该叫我生师姐 师姐 怎么 不相信啊 那个死鬼最爱吃烧鸡 经常吃得满嘴 他最终爱的是鸡屁股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臭小臭香 等等 我相信了 你真的是我师姐啊 废话 不过现在我们姐弟俩 同命相连 出不去了 师姐你放心 我肯定会带你出去的 你还是太天真了 这个地方是黑水谷最深的密室 没有人能活着逃出去 黄了 这便是龙家 也是苏浩尘那个废物 当初入罪的地方 走 咱们进去会会这个老太太 奶奶 你听说了吗 苏浩尘那个家伙 好像因为杀人 被人给抓起来了 我不信 我孙女婿为人正直 怎么可能杀人呢 现在又是大老板 就算是杀人 也不用自己动手啊 是真的 据说已经有照片爆出来了 确认就是他 早上那个战士消劫 已经带人啊 把星夜集团的大佬给封了 所有人的那些小夏 也都被驱逐出境了 不可能 肯定是啊 有些人看不得我们龙家好 瞎造谣 这么多年没见 龙老太 你还没死啊 哪来的混账东西 敢来我龙家撒野 找死呢吧 是我 黄天豹 你怎么来了 黄天豹 怎么龙老太 现在都敢直呼 老子的名字了吗 黄总说笑了 我龙家 不敢惹黄家 不过我们好歹是 高门大户 又找了个 有本事的孙女婿 所以 今天你要是不给个交代 恐怕 没有那么容易离开 孙浩辰的事 你没听说 听说了 但是我不信 有些人啊 就见不得别人疯光 我老生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阴谋没见过 星月都被查封了 你还不信 奶奶 星月集团真被查封了 苏浩辰的事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不光星月被查封了 连他那些手下 也被驱逐出境了 今早 萧战神亲自处理了 怎么样老太太 你现在还要黄某的交代吗 啊 哈哈哈哈 不敢 不敢 黄总 我们龙家也没招惹过您啊 那您今天过来是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奶奶 我们怎么救浩辰啊 救他 一个杀人犯 为什么要救 你是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我一天服也没想过 还招了个杀人半孙女婿 龙夕月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青州市 是怎么议论我们龙家的吗 哎 我早就知道 苏浩辰那个废物东西 只会惹祸 好好的一盘棋 给吓成这样 当初咱就不该承认他龙家人的身份 闭嘴 你们都闭嘴 浩辰他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还敢大呼小叫 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眼里还有奶奶吗 浩辰他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还敢大呼小叫 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眼里还有奶奶吗 浩辰不是杀人犯 即使他是 他杀的也是该杀之人 我们走 龙夕月 你找一个试试 祸 是苏浩辰扰下来的 作为他老婆 就得负责到底 去 把黄总赔好了 西月啊 之前我们错过了消节 现在呀 黄总又看上你了 你说你的命有多好啊 青州市啊 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 都没有 你赶紧跟黄总表个态 哎 没想到苏浩辰老婆 老婆还挺润的 妈妈雪儿好饿 雪儿撑住爸爸会来救我们的 爸爸是个骗子我不喜欢他了 爸爸不是骗子 他肯定有苦衷的 听话雪儿 还别说 这臭娘妈还挺能撑 多饿两三了还不 他能撑 他孩子可快撑不下去了 还想偷吃 告诉你 你要不答应我们黄总 做我们黄总小老婆 你可你孩子就饿死在这里吧 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黄总如今可是青州的天 你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 非要在这儿受这个罪 就是 眼睛一闭不就完事了吗 你能撑得住 你女儿撑得住吗 真要眼睛就看他饿了 你告诉他 我答应你 不错 想偷了就好 不过你放心 即便你做小妾 我也会风风光光的娶你 红豆整个青州 怎么样 来啊 给他们松绑 带他们去换身衣服 身上都馊了 再给孩子准备点吃的 好好伺候着 听到没有 哼 你在这里等妈妈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乖 妈妈别担心 雪儿会救你出去的 雪儿 以后如果遇到危险 爸爸又不在身边 就打这个电话 爸爸会立刻回来救你的 怎么回事 你能有人打电安店 专属的行李 喂爸爸 雪儿被欺负了 妈妈也被关起来了 他们不让我吃饭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们 你之前说过你要保护我和妈妈 你是个大骗子 雪儿不喜欢你了 这是雪儿的声音 快定位店主的位置 把声音拷贝也分发过去 快呀 这鬼机房不会真的要把咱俩困一辈子吗 我都说了这个地方不简单 能出去我早就出去了 你也别白费勒气 暗黄大人 天网集信 是雪儿的声音 雪儿遇到危险 怎么会这样 这是骗子 这是救命 暗点听令 暗黄令 天网通信部347号声援 接令 责令暗点12天网 集结三千金日强者 即刻改付大厦 目标黑水谷 是 十年了 十年了 我终于要从这黑水谷出来了 暗点12天网 败现电主 败现电主 其他人呢 报告电主 三清明战士 已在外面守候 黑水谷被我们炸为平地 他们手里也被擒获 请您处置 你以为一杯酒就能帮我弥倒吗 苏浩辰 没想到你暗点实力竟如此强大 短短半天时间内就把我黑水谷传成二十多年的防御系统击溃 看来陈少还是瞧瞧你了 陈少 陈少是谁 陈少是你这辈子都逗不过的人 想知道 下辈子 阮主 他自尽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青州那边如何 我们已经查过了 你伪装成罪犯的第二天 孝姐就被泄露住 随后咱们留在青州的人 就被那个战神孝姐赶出镜 现在夫人和雪儿也被黄天豹抓了进来 说是要娶她做小老婆 小老婆 好 很好 孝姐 黄天豹 这次你们都要给我死 暗点听令 混青州 报告 青州北部边缘地区 聚集了上千岸点此事 即将进入青州 报告 青州南部边缘地区 发现有上百名高手潜入 到底怎么回事 岸点对大厦始终保持高度的友好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报告 目前已查明原因 岸点店主的妻儿遭人算计迫害 始作俑者是一个叫陈凡的人 陈凡 什么背景 他怎么敢跟暗店作对 他是陈格老的私生子 内阁 陈格老什么态度 陈格老没有表态 没有表态 沈将军 用不用拦截暗店的人 他拦截个屁啊 你拦得住吗 内阁走出来的娄子 让我省外里插屁股 我替他妈的 马上给我地行程 他要去找清州 黄总 龙家 什么情况 黄总 你就放心吧 有兄弟们盯着 不会出什么岔子 今天一早 他已经换好嫁衣 在楼下等您迎娶呢 好 等我把那小牛玩腻了 也给你们尝尝些 好 谢谢老大 这婚礼简直太奢华了 真不愧是黄总 简直是大手笔啊 是啊 而且听说 新娘是新月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董事长 现在已经是接下囚了 来了 王老板 欢迎欢迎啊 各位 各位各位 欢迎参加我黄天豹的婚礼 今儿啊 我在这里迎娶龙小姐 虽说龙小姐是有夫之妇 但是我不介意 他那个废物男人 已经被抓起来了 这会儿没猜错的话 应该在监狱里减肥皂吧 啊 哈哈哈哈 可以开始了 欢迎各位来宾 来见证黄先生 和龙女士的婚礼 黄先生 你愿意接纳 龙女士为你的妻子 并用后半生 来照顾他 爱护他吗 当然愿意 龙女士 你愿意承认黄先生为你的丈夫 并做一个端庄贤惠的妻子 去尊敬他 去帮助他 谢谢 说话呀 你他妈哑巴了 说话呀 你他妈哑巴了 这么多人看着 你敢掉我的面子 我会像上次一样把你女儿活活饿死 怎么 还不说话 还想苏浩辰那个废物 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他 因为我马上要派人去弄死他 你放屁 后陈他不会死的 你还真是个贱人啊 啊 妈的臭婊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呐 把他给我吊出来 救命啊 今天老子不办婚礼了 直接改办丧礼 我这些所谓的上流权贵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被人 害死啊 郑龙夕月真是不是太子 就是能嫁给黄总是多少女人 心里的事情 喊 喊有用吗 给我我死里打住手 谁敢弄你夫好陈老婆 是谁在老子婚礼捣乱 他在黄总婚礼上闹事 找死他 苏浩辰 他不是在黑血谷吗 对不起 夕月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没事就好 你怎么出来的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抓你 要不然我们快跑吧 放心不习乎 我没事 真的打下来 还没人敢动 还挺他妈浪漫啊 没人敢动 好 说的很有屁股 不过我还挺佩服你的 那个地方都关不住你 但是那又怎样 这里是大厦 不是你能闹事的地方 实话告诉我 我已经把这里的消息 传给战神消劫了 小子 诗像的话 赶紧滚 等我把你老婆玩够了 我会去找你 昊辰 要不我们走吧 他们人多 我怕你再抓起来 放心吧 夕月 我没事 前几日被警察带走 那就是演一出戏 目的就是为了混进黑水谷 找到我的杀父仇人 现在 我的仇人找到了 就是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暗君何在 树下在 听好了 今天这个会场 再敢有人伤我 伤我妻儿 或者阻碍我 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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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陈公子的人 肖战神 马上就到 我让你嚣张 嚣张啊 我是陈公子的人 小子你敢动我 你吃到后果多严重啊 放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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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 我错了 我真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别杀我 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吧 黄金豹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那么容易 几年前的死战 还有你对我妻儿犯下的罪名 一桩一桩给你算清楚 这下 是报你逼我父亲死的仇 这一脚 是报你逼我母亲上吊自杀的仇 这一脚 是报你辱骂殴打我妻儿的仇 黄金豹 你可知错 住手 苏浩辰 你胆敢在本战神的地盘造死 肖大人 快救我 他这个逃犯 抓住他 弄死他 你给我住手 赶紧放了黄子 我若不放 那你就是存心给我叫板了 叫板又如何 我苏浩辰要做的事 还没人拦得住 苏浩辰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误视我 我小姐身为青州骄子 容不得你这匡徒撒矣 胆敢与我一战 小姐 我知道这几年来 你始终对我不服 如今成就了战神 更视我如若未遇 纵使我有着星月集团总裁的身份 你依然不屑于顾 因为在你看来 实力才是王道 那好啊 今日我让你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蝼蚁 那就试试 那个小姐可是战神 在战场上经历九死一生 苏浩辰不过是个伤人 是个逃犯 拿什么跟他打呀 看着吧 这个暴徒呀 马上就被拿下了 太狂 你太无知 再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真正的实力 浩辰 小姐 咱们实戏 实戏对不起 只需三戏 实戏对不起 只需三戏 哎 怎么可能 怎么怎么可能 居然是苏武军战上王 是啊 他不是西院的董事长 怎么战能力这么强 小姐都不是他的东西 我练武功受十年 已经已经是五星大师的境界 为什么还打不合 为什么为什么 你 小姐 咱俩的恩怨就在今日了结吧 不 别杀我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与你为敌了 现在知道错了 完了 大帅 大帅 手下留情 沈大帅救我 滚开 废有东西 我大下战士的脸全被你丢尽了 沈大帅 你身为战神 却循私枉法 助手为虐 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 现在你跟我说要和解 我知道你在背中 但黄天报现在已成这样 小姐已被你打得颜面几尸 你停手吧 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龙小姐和女儿考虑 你把亲州闹到天翻地覆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 好 我停手 但是我有个条件 明天下午两点 再好你们 我要和大下正式打探 可以 没问题 能谈就好 能谈就好 大帅 别答应他呀 别再说了 明天谈判会上 你就会知晓一切 这次事件 在场大部分人都知道 不过 我还要解明恶要的说一句 青州黄飞虎 逼迫 暗殿店主的妻女 招来了暗殿武装入境 什么 暗殿店主 据不完全统计 在大下国土上 已经聚集了 三千以上的暗殿强者 并且 黑石谷已经被攻陷了 现在 暗殿店主 已经到现场了 接下来 就开始谈判吧 苏浩辰 不是星月董事长吗 什么时候成了暗殿店主 苏浩辰 你好大的胆子 武士大下律法 抢冲黑水谷 大闹青州城 让你这人滚出去 去监狱服刑三十年 怎么 都不懂吧 你是大下 立案造字 你要王 你家人也要完蛋 黑虎 我案件成立以来 每年都有 不计其数的成员牺牲 他们不是死在 大下海域 雄雄极恶海盗手里 就是死在 护重大厦 华侨撤离的途中 更有无数天网 情报人员 为了配合大厦 截断毒品的线路 克死他乡 就因为我在成立之初 说过一句话 但凡是案件所属 必须无条件 帮助大家 而现在 我双亲惨死 妻女受了 我苏昊辰 只不是给了这些人 应有的惩罚 但你们现在 是这种态度 我甚至就觉得 这些人的牺牲 到底值不值 你们先出去吧 让我和店主 单独谈谈 苏店主 承兵吧 这次事件 闹得太大了 矛盾再激化下去 最终恐怕就是 岸店和大厦 直接对战 这结果恐怕 给我一个面子 你的仇也报了 带着家人 离开大厦 我本无意叫红 但是撤离之前 我要一个人的信息 谁 陈公子 据说这个人 背景无天 这 怎么 很难办 是 不过我答应你 这件事 我不直接插手 你可以 自行解释 足够了 同时下去 安检所有人员 二十四小时之内 撤入大厦 不得违抗 另外通知 天网的情报人员 全力搜查 这个陈公子的信息 是 去吧 希望 这是最后一次 店主 经过查证 那陈公子本名陈凡 平日里作恶夺端 有很多内疗 他的父亲陈红 是内阁长老 同时也是大厦的 武蒙负责人 武蒙 武蒙是什么组织 暂时还没有查到 不过应该是 大厦的绝对机密 暗王遍布天下 各个角落 连黑水谷 都能传递消息 却查不到 这个武蒙的相关信息 看来这个陈公子的 背景的确不简单 行了 我知道了 没了天网 继续搜集武蒙的信息 我们先跟这个陈凡 玩一玩 这里是陈公子 陈凡的全部黑料 你待会儿 召集加国内 反大的媒体 把这些资料 公布出去 越快越好 主人已经安排土当了 好 好 这是咸菜而已 接下来你们去查 这个陈公子的日常活动魂迹 我要让他亲自付出代价 昊臣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青州啊 放心 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之后 嗯 今天喝点 你现在来 自己让他丢人 你怎么会 那你呢 怎么回事 你这个朋友 你看 你那个朋友 你这动不卖 你这种情况 你现在去 你这个朋友 看到你 你怎么说 你这种情况 你就会 孙昊辰 是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打电话通知报军 是 真决定要走了 接下来敌人过于危险 就我自己还好 就像上司那样 趁我不在的时候 伤害了西约和雪儿 还是让他们出国再一段时间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这个仇咱们不报了 躲到了一时 躲到了一世 况且咱们还能 永远不回来不成 放心吧 整个大厦能伤到 我苏浩辰的人 还没出生呢 那你小心点 路上注意安全 嗯 师姐 路上的安全全靠你了 真啰嗦 论打架 我可从来没怕过谁 对了 这个你拿着 这是 这个就是当年师傅 让我去黑水谷找保护 据说是天接工法 我看你的进阶卡 在九星大师已经很久了 距离宗师还有一段距离 你没事的时候翻来看看 哪那么好出货 师傅他老人家 当年也不够五十多岁的时候 才成就一带宗师 我这还是黄黄大小伙子呢 屁股在 行了我们该走了 自己的远程 一路顺风 主人 夫人他们这一路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我有点担心 意外 你可放心吧 你别看我那师姐啊 整天不怎么说话 武功高得很 我刚见他的时候啊 差点被他打趴下了 话虽这么说 可就算咱们亲自把他们送到机场 也不麻烦呀 如果咱们亲自把他们送到机场 那藏在夏宇到了老鼠 怎么敢忘了 也不知道我不在 浩晨到底行不行 有你在他才更麻烦吧 夫人好像前面有人找麻烦 这怎么办 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你给我下来 快点下来 看来浩晨猜得没错 果然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臭老鼠 看不出来你还有两下子 正好抓回去给我当媳妇吧你 你不配 一个女人 竟然有如此时候的功力 你到底是谁 你不配知道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说 谁指使你们来的 我 不说 不说 就永远别说 我说 是陈少让我来的 他人在哪 他在汉都 散布 小妖 在 通知下去 让天王把所有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大夏汉都 半个小时之内 我要陈凡的准确位置 是 陈凡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你一二再三三的挑战我的底线 这次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陈公子好 那当然了 要不外出 你也瞎呀 对不起 陈公子 我不是故意的 倒个酒都倒不好 把他手给我剁了 不要啊陈公子 不要 我家里还有生命的 你必须要照顾他 把他嘴也哄了 陈公子做事还真是心狠手辣呀 苏昊晨 这又他妈谁呀 干找陈少的妈的 陈少 没想到你的人跟你一样 没脑啊 你说什么啊 苏昊晨 想不到你这个废物胆子还不小 赶来汉都找你 当真不怕死 叫你一声陈少 真以为自己了不起 黑色骨满痛我还害了 趁我老孩子 水月路上可不行 我看你这是个藏头落尾的老鼠罢 现在 看看到底谁不怕死 现在看看到底谁不怕死 那就看是谁先死路一条 出来吧 好强的记忆 苏昊晨 你找到我位置又如何 我早就防着今天了 这是我花高价请的大师 我知道你伸手不乏 甚至亨水谷那个三星大师 都败于你的手下 不过这位可是一等一的九星大师 距离那举世无双的宗师剑 就仅有一线之隔 我看你今天怎么杀我 九星大师 看来你父亲对你真是不错呀 大人 你先走 我来帮你斗好 没事 九星大师又如何 我苏昊晨何时怕我 死到临头了还贼呀 大师 请您出手 今天我不想杀人 这样吧 只要你打断自己的双腿 自废武功 让你的小助理陪我一宿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什么 那就羞怪老夫重手无情 想不到这小子倒还挺深 难怪这么狂 老东西 你以为这个房间里 就只有你一个九星大师 你 你 你 什么 竟然你也是 这 这怎么可能 连九星大师都打不过你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 是 我告诉你 我早在三年前就打到 二十多岁的九星大师 哪怕在我武盟也是文所未闻 苏浩晨啊 苏浩晨 我终归还是小瞧你 现在知道错 现在知道错 完了 五年前深情汉都的王家千金案 外界调传是自尽 其实是被你奸杀了 还有四年前 那对卡车夫妇灭门案 那对卡车夫妇灭门案 只不是因为他们路过时 不小心把水溅到你的鞋上 你就残忍的把他们都杀了 还有三年前 别说了 别杀了我 苏浩晨 虽然你是九十大师 但我父亲是大侠五公第一人 无方盟主 那都是境界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如果我苏浩晨是那种 胎生怕死的小人 早就不会当成暗殿见处了 小妖 战 动手 陈老陈老 出事 少爷他 又闯祸了 少爷他遇害 什么 是谁杀了凡尔 是谁 好像是那暗殿店主苏浩晨 苏浩晨 好啊 暗殿是吧 去 给我调动称战的一切资源 七十二小时之内 我要得到 苏浩晨的准确位置 主任 刚刚得到消息 陈家不惜一切代价 发出了江湖级别最高的水产力 陈家在这汉都很有实力 陈家家主江湖人称成哥老 大侠内阁一人之一 同时也是五盟的盟主 在这黑白两道都有通天的关系 最关键的是 陈长老本身实力达到了宗师技 迷赴其实的大侠第一人 恐怕就算是我们暗殿 也要暂避其锋芒 等待员兵的到来 好 我苏浩晨虽然做事俗气 但不至于是个傻子 没胜出的场 概念很少认识 对着小阳 咱们在汉都 有安排的人 有的准 此人名叫杨大胜 平时已作故完生意为生 之前案件结过他的戏 虽然几年没联系 但此人的人品心里 好 那这样小阳 你先回案件召集人手 我的身份特出 估计坐在机会认识 如计先去找个杨大胜一趟 然后开车离开汉都 是准 大人好 我就是杨大胜 快坐 这次我来汉都没拿钱包 钱不用多 一百万就足了 大人 晚点成嘛 我这金套钱 全部都投到一单生意里去了 如果这单晚上成交的话 别说一百万 就是一千万我都拿得出来 杨大胜 这两位就是今晚的买家 你到底弄的什么宝贝 是汉都有名的富豪沈老板 右边的那位是他请来的捡宝成交 穿慌张张把我们沈总找过来 我告诉你 如果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我把你这个店给你砸了 杨老板 我听说你好玉石这一口 我就特意给您寻摸了 您给掌掌椅 沈老板 这可是玉石变了 您看这班纸色泽银润 质地细腻 而且啊 还是从古墓中刚出来的 还带着土星气呢 东西不错 说说你的价格 您看 您看我跟您第一次交易 我也不多要 您看我跟您第一次交易 我也不多要 一千万 全当交个朋友 一千万倒是不多 杨大胜 杨大胜你好大的胆子 敢拿一个假的班纸来糊弄我们 你敢找我的宝贝 喂 也有你杨大胜 把这破玩意儿 找这个宝贝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现在都是我大眼了 够东西 这个耍到我头上 来人 给我废了他 等等 怎么了 你要替他出头啊 沈老板 古王这一行全凭眼力 你就这么不相信自己吗 古王这一行全凭眼力 你就这么不相信自己吗 你的意思啊 这玉石是真的 没错 可是里面明明有杂志啊 小子 信口开河可是要负责任的 刚才的情景 我们大家可都是看见的 有时候眼睛看见的 也不一定是真的 你说对吗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说呢 啊 班值 这刚才不都摔碎了吗 摔的那个是假的 这个真的 被这个所谓的专家调包 跟您第一次做交易 我也不多要 他妈的 连我你都敢坑 这是怎么回事 沈老板 我错了 来人 给他点教训 沈老板 我错了 原谅我吧 杨老板 你这班值 一千五百万我收了 多收到五百万 就算是赔礼道歉 好好好 您太客气了 等一下 嗯 等一下 这又怎么了 这又怎么了 兄弟啊 这价格已经很公道了 你要是狮子大开口 可能是选错人了 大人 那价格可以了 我能治好你的病 治我的病 我身体好着 哪有什么病 行了 别装了 你其实买的 根本不是什么 普通的一般 而是暖玉 暖玉除了养人之外呢 还有个特殊的功效 那就是撞羊 你恰好需要这一点 因为你 不能忍不住 我这种东西 沈总也是你能评价的 我再说一遍 我能治好你的病 退下 小子 你真能治好我的病 治不好任你处置 好 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 价格随便开 你要是敢耍我 你今天 就别想活着走出去 没问题 班智加治病 打包价 两千万 我答应你 沈总 东西买回来了 中药和银针 来 把针给我 可以 免钱能用 来吧 沈总 把细组入去了 怎么 在这治疗 对呀 又不是什么大病 瞎讲了什么 沈总 我怎么觉得这人 越看越像江湖辫子呢 小子 我这病在旱都 几乎找遍了所有名医 都没治疗好 怎么到你这 不算什么大病 什么狗皮名医啊 一帮废 也非和我相提并论 我出狂言 我一待会儿治不好 看我怎么废了你 行了 到底治不是呀 沈总 行 用人不疑 医人不用 我就信你一次 有了 有了 天哪 效果这么好 行了 你的经络已经通了 买的这些中药 煎成汤水 煤碗服用 连续一个月 雇本 陪圆 神医呀 真是神医呀 快 把钱给洋老板转过去 有啊 大人 苏神医 晚上可否到家里做做客 我和我爱人好好感谢感谢你 就不忙沈总 我这也是举手之路 不麻烦 不麻烦 苏神医一定要来啊 苏神医请 这是我妹妹沈小雨 你好 你好 哎 沈重坤 你怎么回事啊 今晚有贵客来家里吃饭 你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呀 哎 这是苏神医 治好我的病 是咱们家的恩人 还治病呢 沈重坤 你起码找像样的借口来糊弄我吧 就他还神医呢 赵琳 你怎么能这样评价苏兄弟 经过他的治疗 效果立竿见影 真的假的呀 走 这年头 什么江湖骗子都有 年纪轻轻的 还当上神医 你说是吗 小骗子 这里不欢迎骗子 这位小姐 我劝你改变一下 你嘴巴臭的毛病 不然的话 你很难找到男朋友的 你说谁有病啊 病也会越来越重 脾气还真臭 就连阴天下雨也会手脚冰凉 对吗 你你怎么知道 不对 最近下了好几天雨 空气边闷 这种浪漫还是很正常的 跟天气没关系 你呀 你呀 是那份蜜石条 你得复合炎症了 我给你的药方呢 就是赶紧找个男朋友 阴阳调和一下 不然病症真的会越来越重 你 我已经骗过的医术 我妹妹得罪了你 她从小娇生惯养 你大人大量 别耽误事啊 不打执 你先休息一会儿 等会儿还有贵客要到 我给你引荐一下啊 好 好了 大家都到齐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精彩武馆的江华龙馆长 这位是苏 教大师或者神医都可以 大师 神医 小小年纪口气不小 沈馆长 你别小看这位兄弟 他的医术可高明了 我这十几年的影集啊 他一出手给我治好了 好了沈教皇 举手之劳 我何足夸之 好了好了 龙馆长 咱们说正事吧 那人抓到了没有 凶手一场狡猾 而且应该会打鼓 所以暂时还没有线索 那万一凶手晚上来我家 那如何是好 凶手 你们说的是前两天 碍度发生的谋杀案吗 据说这三前 见当事人惨死当场 心里被奸杀 手段极其的残忍 没错 而且巧合的是 这三位受害者 都是和我有合作关系的老板 所以我猜测了 下一个肯定会是我 沈老板放心 我这次过来 是亲自来保护您的 晚上我就住在这里 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就第一时间出手 不过我能力有限 顶多保护夫妇二 居于那个大师神医 那就不一定了 江广长大哥放心 我的安危不用你操心 我当然懒得操心 真是怕你会连累死老板 就是你个帽牌后 你有什么你 你有什么你个帽牌生 竟然把我哥还有嫂子都灰了 看我明天怎么摘出来 真是别想越生气 啊 刘洪天竟然是你 难得沈老板还记得你 十年前那场发卫会 你抢了我的地皮 让我十几亿的资金 都大了 现在 该还回来了吧 我现在地位 你应该清楚 你要伤害我的家人 你是保不住汉毒的 沈总 你也太小瞧我了 十年过去了 我明白了很多 所谓全是地位 不过是外力而已 实力才是利身之本 现在的 在我面前 如同蝼蚁 懂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第一件事吗 宰了你 第二件事吗 再宰了你以前 我要让你眼睁睁看着 你的妻子 妹妹 是怎么被我玩弄灵月的 哈哈哈哈 啊 哼 床神弄你的东西 我精彩武馆 焦龙爬袋 基本上你书下 算害任何一个人 好 那我就先宰了你 哼 也不过如此吧 看看你的手掌心吧 啊 怎么回事 我掌心为什么黑了 怎么回事 中了我的鼓毒 还想反抗 这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吧 你中了我的毒心掌 五分钟之内 如果没有我独家解药的话 你就会七孔流血 全身腐烂而死 我的心怎么回事 救救你 救救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折你了 救你 下辈子吧 沈老板 现在是不是该轮到你了 完了完了 连江大师都不是他的对手 完了 刘洪天 我已经通知警察署了 他们马上就派人来 你再不走都来不及了 你放心 来一个 我杀一个 你两个 我杀一串 不 我归宿这样杀了你 这是我亲自调会的村行水 独色为功效一天 怎么看我玩弄你的妹妹吧 哈哈哈哈 给我十个亿 你们的命我保 他不是那种对付的 你上去都是受死啊 十个亿一口架 五件头我就杀了 行行行 我看你怎么杀他 行行行 我看你怎么杀他 好 自不量力 哎 小子 有点实力 有能耐你 没什么能耐 也不想跟你重来 李大师救我 救我 现在知道叫大师了 哎呀 李大师 真的是真人不露像啊 李大师 我只永远无助 我向你道歉 你的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以后有什么差遣 尽管吩咐 行行 别磨叽了啊 赶快打钱 我还要回去睡觉 十个亿 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 那就好 那借他打钱啊 你们收拾吧 哎 怎么走了 还想说给他道个歉呢 今天脑子怎么一直在想着他 我今天说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要不 我过去给他道歉呢 哎呀 又挣了十个亿 这有钱人的钱是真好赚啊 算了 我还是再练会功吧 我还没认识 纵失啊纵失 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你啊 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 逛逛逛逛逛哪呢 糟了 练错了 我怎么练起 那个双修功呢 可这房间就我一个人 啊 李大师 你在吗 你来干什么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我真的好想你 李大师 你今天救我的事 真的好帅 他好动我最近冒险给他几个 我警告你了 你练功反火入网了 你再靠近 好果自负 李大师 我真的好想你 你要我吧 真舒服啊 我这睡了多久 九星大师巅峰 我突破了 昨天晚上 李大师你就要了我吧 谁想你 这不是我房间啊 你这骗子怎么在这里 你这骗子怎么在这里 啊 这男人吧 敢做就得敢当 踢起裤子就不认账 这件事你必须得有个交代 苏大师 苏大师 我有个提议 我们的家境也算不错吧 我妹妹长得也可以吧 你就来我家当上门女婿 你想让我入罪当女婿 你看你这话说的 不过也差不多 哥 不是 沈老板 这可真不行 首先我已经结婚了 其次别看你这家大业大 但是我的真实身份说出来 搞不好你们家会被弄垮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是个骗子 你骗了我感情又骗了我身体 难道你现在还想抵赖 谁骗你的呀 昨天我那时修炼走火入魔了没办法 昨天可是我救了你们 我不管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已经把你照片发微博了 我在那上面 可是有两千万粉丝的超级大网红 过不了几分钟 整个大夏都知道你是渣男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呀 怎么 你脸上有金子 我发你照片 那是看得起你好吧 完了沈老板 你赶紧给我背上车 我现在就叫走 不行 咱们的事情还没说完呢 不是 你说完你们家就完了呀 哎 这话怎么讲的苏大师 是我告诉你吧 我原名叫苏浩辰 是安店店主 苏浩辰 还挺好听的 你就是杀死成个老儿子的苏浩辰 自从发出江湖追杀令 整个汉毒黑白两道都在找你 对 就是我 就这样你们还想让我入睡吗 行了 这次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们沈家 以后你们需要什么补偿的金管开口 做到的我绝不推辞 我什么补偿都不要 我要你娶我 小语住嘴 哥 苏公子 我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这样吧 我车库里有八辆车 你看着哪辆就开走吧 好 后会有情 哎哎 医术也高明 乌书也厉害 这种人如果为我们家所用 那可了不得了 这顿大佛呀 咱们沈家供应不起 苏浩辰 你别想甩开我 真了属下查到苏浩辰的消息了 他在哪儿 他定位应该是在喊怒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他的照片 而且好像还谈恋爱了 秀恩爱 这个苏浩辰 好命还敢这么搞掉 给我被车 这回 我看你还怎么狂 郭主 陈凡死了 谁杀的 苏浩辰 下去吧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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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浩辰 你又给了我一次惊喜 站住 这酒店已经被陈公子包厂了 直接得苏珊小姐和其他助理 你去别的地方住吧 这附近就在一家酒店 你让我去哪住 这是你的事和我没关系 让他进去吧 好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已经工作好了 你可以进去休息了 苏小姐可以签个明白苏小姐 股标已经进入准 张导 您叫我过来讨论剧本 带一个陌生男人进我房间干嘛 哎呀 杉杉呀 你冷静一下 陈少 他也是好人呢 苏珊 我今天特意为你包厂了整个酒店 只要你愿意 你以后就是我们陈家的准媳妇 我陈飞的女 陈少 我近五年没有结婚的打算 您另寻他人吧 你嫌我陈家的分量不够 放心 只要你点个头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你 这跟钱没有关系 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张导 我之前怎么吩咐你的 你不是说已经谈妥了吗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承少 你别着急 我劝劝他啊 苏珊 承少为了你是一只千金 又送别墅又送豪宅呢 你想想 你不给他面子 也得给我点面子吧 咱俩赔了 也不骗子了 是不是 他是里面的小霸王 他亲自上来的话 那就麻烦了 咱们在约了钱 还混不混了 不混就不混 我苏珊虽然没有什么背景 但也不是你们用来交易的工具 你和你说了这么多 怎么就没用呢 不过就是个细子 到什么情况 就是 我承担有几十亿的资产 你累死累活的拍戏 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我现在给你机会 别不识好歹 你竟然敢打我 保安 保安 救命救命 别喊别喊别喊 救命 这声音好像是楼下那个女个性 别喊别喊 别喊他这么一喊 他那些粉丝要来了就麻烦了 我看今天就算了吧 救命 救命 怎么可能算了 到嘴的鸭子我还让他飞了不成 看我的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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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了 安静安静安静 大家安静一下啊 苏小姐没事 苏小姐正在按照剧本排练呢 同志们 臭屁 我才不信 我要见苏小姐 大家这是怎么了 我还记 刚刚只是在跟导演排练呢 你谁啊 也配跟苏小姐结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是汉都的承飞先生 我来作证啊 苏小姐已经答应了承飞先生的求婚了 怎么可能 苏小姐怎么会看上你啊 我要听苏小姐亲口说 晨晨既然他们想听你说 就亲自告诉他们吧 我确实已经答应了陈飞 当他的未婚妻 啊 这怎么可能 好了好了 今天的探办时间到了 大家 从哪来的回哪去啊 好吧 这种下散烂的手段也好意思拿出来 你们成家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是谁在狗叫 是谁在狗叫 说话注意点 我不介意割了你的舌头 小子 你是真狂 我就站在这儿 你能拿我怎么样 大家看啊 现在苏小姐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 这是一种控魂术 你们也可以理解 这是一种精神催眠 简单来说啊 苏小姐现在的言行举止 都被有些人给利用了 你小子在这儿管些事 我让你活着走不出汗肚 你醒了吗 我刚才怎么了 我现在问你 你现在还愿意嫁给程飞吗 我不愿意 我这辈子都不愿意 简直 程少对苏小姐 请别敬重 你稍管些事 一面四五 只要你们以后 不找苏小姐吧 我也懒得管事 混账东西 敢怀我的好事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混账东西 你敢怀程少好事 你是不想活了 想不想活 你说老子 不知天高地厚 你可知道 程少现在已经是 二星大师进阶 你 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小子 你既然认识孔魂术 想必也是同道中人 连在这个情分上 你现在自非武功跪地求饶 我可以饶你小明一天 否则的话 你连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术法大师 没错 可在我手上的术法大师 没有以前也有办法 算个什么都好 还想让我自非 狂妄之妻 看来今天我不用点真本事 是不行了 是个混掌 找死 好英读的功法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邪教术法大师 直到怕了吧 我练此功息时的邪戏 必吃的贩动 还能给我弄 好啊 那我今天就在这废里 今天行道 给我破 什么 九星巅峰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力 到底是谁 想知道是谁 下辈子 你过来 你别杀我 这是不怪我 你都是他逼我干的 你把这里事情解决好 不要连累到苏小姐 走了吗 走 走走走 你放心 我一定把这事处理好 绝对不会牵扯苏小姐的 先生大恩 桌上您静在今 莫不敢忘 没事 今天你在楼下帮过我 就当还你的钱 你回来了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 陈凡是我儿子 啊 原来是陈阁老啊 施静 施静 既然来了 就留下吧 不好 忠师 忠师之力 想不到我竟连一击之力都抵挡不住 苏浩辰 你杀陈凡的时候 可曾想到有今天 就你那废物儿子 草菅人命作恶多端 我杀了他是死有余工 放 老夫的儿子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你 你竟然废了我的武功 废了你的武功又怎么样 我还告诉你 老夫今日不会杀你 像你这种废物 还不知道我亲自动手 免得传出去一笑大方 但 这并不代表你能活命 因为这里 你被我顾下天罗地网 你跑不了了 你就躺在这等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当我苏浩辰 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夕月 雪儿 算你小子好运 不过 该死还是要死 来人 杀了他 是 什么 没人 造成呢 我没死 你醒了 伤得严重吗 是你 我没事 只是武功废了 没事 好歹命保住了 你快藏起来 说不定他们一会儿还会进来搜查 你还是把我放出去吧 外面的人很厉害 我怕会连累你 成哥老的人吗 你认得成哥老 我知道你 刚才在楼下见 我就认出来你是击毙陈凡的人 而且刚才面临成家的刁难 你出手相救 现在你遇到困难了 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可怎么着 你得尽我所能做点什么呀 可是 不用有什么负担 我是女孩 又是明星 他们不会怀疑到我的 好 你这次人情我记住了 先别说话了快逃 谁呀 帮我开门 小姐我们正在追查通缉药法 请你打开房间配合检查 什么通缉法 我刚才在洗澡什么也没看到 而且现在大晚上你们来我房间 我也不放心啊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你如果不开门的话 就别怪我们自己闯进了 这该怎么办呀 快躲起来 我 哎 给我搜 你们干什么冲方间干嘛 我都说了没见过通缉犯 这到底是执法还是胡作非为 老百姓就没有人权了吗 啊 啊 怎么 难道连我床上你也要搜一下 我告诉你 今天你们的所作所欲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让我的粉丝拼拼礼 孙小姐 不好意思 打扰到你休息了 我们走 哎 人走了 晕倒了 幸亏是滚倒 不然都被你看过 不然都给你看过 我 这是发烧了呀 这是我的冤枪 谁 我要谁 哎 你等我啊 马上来 哎 放心吧 你一定会撑过去吧 没想到你还爱看书呀 有吗 不过 不过 看一看也没事吧 怎么回事 我突破到增湿了 苏浩辰 今天我看你怎么死 反而你 放心 我要用这杂种的脑袋 祭奠你再听这令 报告大人 情况怎么样 他人呢 没抓到 什么 没抓到 我们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方家里了 那怎么可能 他已经被我打成重伤 连武功都被废了 你们怎么可能抓不到他 我们已经派查酒店所有房间 依然没有找到目标下落 废物 一群废物 这一点小事你们都干不成 还能期望你们干什么 属下该死 属下这就带人把酒店包围起来 围起来有个屁用 这酒店那么大 还要想不出来 藏个一年半载都没有问题 这 你 去到沈家 把沈小雨给我抓过来 沈小雨抓他做什么 你傻呀 他不是号称 苏浩辰的女朋友吗 我就不信 我们把他抓了 那苏浩辰 能在里面心安理得的待多久 大人英明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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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人抓来了 你们是谁 到底想干嘛 哼 小丫头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我警告你赶紧放了 要不然不要你好看 敢威胁陈老 我看你是活腻了 陈哥老 就是你在追杀苏浩辰 你知道就好 我问你 苏浩辰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 再说一遍 真的不是 还敢撒谎 不是你男朋友你能发他照片 那只是我印象情愿 好啊 我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 我现在让去酒店 把苏浩辰找出来 你能做到吗 我做不到 也不可能做 浩辰他救过我 我不会害他 你就死了这条心 好 你过来 去给他拍一张照片 然后塞进酒店的每个房间 再写上时间地底 就说他不出来 他必死无疑 是 时间到了 看到了吧 你喜欢的人 也只不过是缩头乌龟而已 看到你被抓 连屁都不敢放 我看你啊 活得真够失败的 杀了吧 老东西 老东西 说谁缩头乌龟呢 苏浩辰 你这个缩头乌龟 终于敢出来了 什么废话 赶紧把人放 不然我让你永远找不到 放不了仇佛 放了他吧 现实留着也没有 你真的来错了 是我不好 等你走得越远越好 真事我来解决 走 你来解决 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嘴硬 老东西 看我现在开直播 让整个大厦 都看清楚你的嘴脸 苏浩辰 想不到你命还挺大 上次把你打成这样 你都没死 你这个坏事做这个老东西都没死 我凭什么死 你搞错了 我可是内阁长老 堂堂的五盟盟主啊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心了 我问你 五年前大厦在海外的秘密基地 突然被各国集火进攻 导致十几万的士兵遇难 那件事谁出路出去的 三年前 外国最大厦的投毒案件 导致几十万人民的病毒 这件事又谁干的 陈哥老 你就是个卖国贼 卖国贼 吃火又怎么样 就算你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今天过后啊 我依然还是做我的五盟盟主 而你 注定为我儿子的事 付出代价 是吗 大人出事 出大事了 什么时候慌着的 现场有人在开直播 刚你说的话全被播出去了 而且在线观看 人数突破了一个亿 可以说整个大厦的人都知道 什么 整个大厦都知道了 是谁 是谁在害我 天道轮回 陈哥老 我告诉你 害你的是你自己 苏浩辰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刚才就是你故意 引诱我说出这些话 想不到支撑江湖几十年 最后 在你这硬沟里搬了船 公子 让你刚才打我 又是一件 拿命来 不要滚开 什么 不光武功恢复了 还突破到了宗师井 这怎么可能 我已经把你的经络全都打断了 没什么不可能的 陈老狗 我告诉你 这是天要亡你 你们看 直播间光看人数 已经突破了五个亿 而且全是骂陈老 要不我们也撤吧 跟着这样的人没什么好下掌呢 就是一个卖国贼 老子就算死也不跟他为伍 成的了 好像你的手下也不认你 手下 企图在找便是 老是你 挺让我吃惊的 一次前进都能化险为一 这要是让你活下去 以后成就可不可限量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 今天就让你死在这里了 因为现在的我还是以前的我吗 拿命来狗贼 看着 你啊 哈哈 哎呀 怎么可能 刚升入宗师井这么段时间 就这么厉害 忘了告诉你了 自打小爷练乎以来 人意识也有参考 要从境界无敌 从境界无敌 哈哈哈哈 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 竟然如此厉害 不愧是安爹的殿主啊 好 我能死在你手里 也认了 陈克朗啊陈克朗啊 要怪就怪你 这些年嚣张跋扈惯了 明明身居高位 却不住时事 不仅交出来的儿子 恶贯满盈 就连你这个当父亲 也卖过求荣 今天我苏浩辰 就要替那些枉死的冤魂 报仇许恨 拿命来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苏殿主 手下留人哪 神万里 怎么又是你 你为什么总是三番五次的 来坏我的事情 苏殿主息怒呀 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危险 但陈克朗万万不可杀 至少现在不能杀呀 我苏浩辰要做的事 还没人拦得住 我苏浩辰要做的事 还没人拦得住 我提醒你一下 你现在是有可能和整个大厦在作对 和整个大厦作对 沈万里我问你 你和你身后的人 一人再再而三地阻拦我 但是我问你 我可曾杀过一个不该杀之人 那青州三老 逼梁未娼 罪恶昭著 该不该杀 该杀 那陈凡仗在家族势力 横行霸道 害人无助 该不该杀 该杀 还有这个陈克朗 身居高位 卖国求荣 残害同胞 该不该杀 该杀 那你今天还拦我 说我和整个大厦作对 沈万里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暗殿是软柿子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暗殿是软柿子 暗殿 有点意思 来人哪 在 通知沈万里 把陈克朗和苏浩辰一定带过来 我要见识见识 这位暗殿店主 是 苏店主 你误会了 你们暗殿这几年的所作所为 我们哪下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早已经把你们当作我们自己人了 哪有什么软柿子一说呀 那你还狼狽 只是 这次你与陈格朗事件 通过直播已经发照的太大了 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场战斗 如果你当这几亿人把他杀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甚至连我们大厦的律法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所以 你听我一句劝 收手吧 收手 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真的处理这个走狗 官官相公 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一点信任可 哦 沈大帅 国主有令 让你携带陈格朗以及苏店主立刻回去 国主 好 省万里接令 这会儿你总该相信了吧 连国主都关注这件事情 相信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我就再信你们一次 这件事情 大家也都看直播了 经过初步的协商 暗点已经得到安抚 三大天王和三千强者 也先后离开了大夏 另外汉都那边也控制得很不错 局面暂时控制住了 军部这次做得不错 出击果断 应对有功 国主谬仔 这是沈某应该做的 哼 我可听说 沈大帅想给苏浩辰追加个爵位 一座安抚 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王哥佬有什么不同意见 这苏浩辰确实是个人才 不过非法入境 袭击黑水谷 当众杀人 这庄庄渐渐 无一不罪大恶极 应该诛杀当场 以示众人 好一个当场诛杀 以示众人 苏浩辰大胆 谁让你进来的 竟敢擅闯国会 你不是说这次来 国主会给我一个交代吗 这怎么差点诛杀当场 以示众人了呀 苏浩辰 你能不能等会议结束了在哪儿 现在国主大人还在开会呢 国主大人 苏店主第一次来不懂礼数 你别怪罪 我这就把他带出去 你 真是没有规矩的东西 国主大人 不如就按我刚才的提议执行吧 正好他人也在这儿 况且他又加了一条 擅闯国会的罪名 死八次都够了 哎我说你个老东西啊 我不记得得罪过你吧 怎么你好像处处要置我一死 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他跟陈哥老是亲戚 这我说呢 好了 都不要闹了 苏浩辰 我既然答应你 就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陈哥老利用职武制片 出卖国家情报 谋取私利 理应处死 国主三思啊 三什么思 国主英明 你也别高兴的太子 说完他了 也该说说你的吧 你率领部下非法入境 多次袭击黑水谷 并多次当众斗殴杀人 这个影响有多恶劣 你自己不知道吗 可是国主 我杀的都是该杀的人 放肆 我大厦没有律法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执掌法律 苏浩辰 你可认罪啊 好 我认罪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大胆 这是认罪的态度吗 给我跪下 我若不跪呢 国主 你看到了吗 苏浩辰如此的狂妄 苏浩辰 罪你是认了 你和你的岸店 这些年为大厦所做的贡献 我们也是认的 所以功过相抵 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机会 第一 放弃你海外岸店生 归送我大厦 为我大厦所用 届时 你将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第二 你率领你的部下 远赴边疆 服役十年 这十年期间 你们的遗失助行 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你将受尽世间之苦 你做一个选择吧 好极了 浩辰 这国主给你台阶下呀 快 阿姨第一个 我选择服役十年 什么 苏浩辰 你分了 你知道边疆是什么地儿 常年战乱 趁人不处糊涂的地儿 好你的苏浩辰 难道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大厦 看不起我吗 给你台阶 你还真是灵完不灵啊 国主 我苏浩辰丝毫没有不尊敬大厦的意思 这是 这是什么 只是我放不下暗店这些兄弟们 七年前我被青州三老 离回到海外 每天生活在危险与欺辱当中 吃不饱 穿不暖 就连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 就因为我们是大下人 是黄皮骨 后来我结识到了这群同命相连的兄弟 我们从最开始的饭店洗碗工 打拼出现在的暗店十二天刚 七十二罗汉 三千精锐战士 七年我们出生入死无数次 现在你让我放弃他们 还不如杀了我 浩辰 没想到你还有这段经历 好 既然你这么重情重义 我就成全你 今天就直接把你杀了 来人哪 给我带着去 国主山师 我乃大下第一虎为龙翼 苏皇臣 我早已听说过你 只是想与你过个招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这气息 宗师强者 想不到大下除了陈哥老以外 还有一名宗师强者 还有一名宗师强者 盲得够深的呀 没用的 我早就说过了 自打我练武以来 就有一个外号 童姐姐无敌 国主 你这人不太行啊 苏皇臣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 这可是大下国的国主 你若敢伤他 放心吧 我苏皇臣还没那么疯狂 虽然我今日受死大辱 但是我在暗殿成立之初 就说过 无论如何今生不会与大下无疑 之前与你们处处针锋相对 也只不过是下降 行了 我走了 等什么时候大下能接受我 我再回来 就不给你们先乐 好的苏皇臣 容易 还不赶紧去 怎么 还想来 拜见铁血男爵 铁血男爵 铁血男爵 这什么意思 想得到我大下最高荣誉 不经历点考验 怎么能行啊 你的意思是 刚才一切都是演戏 包括他 议长被我打倒 这倒没有 苏殿主武功高强 属下干拜下 其实从你一进来开始到现在 都是对你的考验 第一关品性 你能在无上的荣华富贵面前 选择和你的兄弟们同甘苦共患爱 这属实难得 第一关过 第二关 能力 虽然早就知道你是宗师强者 但是看到龙一被你一掌打倒 我还是不尽为之一阵 第二关过 在龙一被你打倒之后 你并没有借题放规 趁机向我大下发难 并说出 永不与我大下为敌这样的事业 这第三关大爱了 自然也是过了 国主还是国主啊 属下佩服 那照你这个意思 我现在不仅不遂 还获得了大下最高荣誉 铁血男爵 即使这三关考验 你没有通过 我也不会判你的罪 毕竟你和你的案件 这么些年为大下所做的贡献 在海外救出的人 没有十万 也有八万 这些啊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你这国主还挺有意思 你这个暗黄 不是更有意思 爸 妈 我跟昊晨来看你了 爸 你放心吧 你的丑儿子给你报 那些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大下也会越来越好的 妈 你再也不用担心我了 你儿子现在出息了 鞍店店主 鞋血男爵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家 你们都在下面好好的 好